今天分享一個最近小朋友好喜歡喝的裙帶菜花甲豆腐湯 這個湯有營養又鮮甜 沒有時間煲湯時滾過就適合 重點是做法夠簡單 花甲買這種顏色漂亮又有光澤 28元一斤有少少貴 但重點是沒有沙 秤20元就夠一餐 再買1元山水豆腐補充一下鈣質 回到家才浸回裙帶菜 不用貪多 撿兩汁仔就夠 發出來會變得很多 這種裙帶菜又薄又乾淨 吃起來就超級嫩 用來滾湯或涼拌都很好吃 吃起來不會硬 細餘都熬得肉 稍微沖沖水就乾淨了 找個不懂爆煲仔爆香蒜蓉和白洋蔥水 再加泡化好的裙帶菜一起炒 這樣炒過後再滾湯夠香又不腥 而且還沒有那麼寒涼 炒香之後下滾水滾5分鐘 煮給小朋友吃 再用剪刀將它剪細快點 再加洗乾淨的花甲 裙帶菜和花甲本身有少少鹹味 所以加鹽就不要那麼重手 想更加鮮可以加些鬆鮮 或者雞汁 少少胡椒粉去腥真香 切細快了豆腐也放進去 滾3-4分鐘 滾到花甲開口就OK了 最後放些迷人的芫荽裝飾下 一個鮮甜好飲又有營養的花甲裙帶菜湯 就大功告成 這湯鮮味十足容易入口 它不會像豬骨湯或者雞湯那麼油膩 所以老火湯喝得多都可以轉口味 小朋友一樣喝得那麼開心 我是小米爸爸 記得準時吃飯 點火炸 喜歡吃飯 和生活 吃飯 好 發炸